画面中是法国最后一个被断头台斩首示众的罪犯 名叫欧根·魏德曼因残忍杀害两女四男而被处决 镜头中是行刑人员正在组装断头台 断头台的问世对于当时的法国居然是一种进步 因为在此之前处决犯人用的是更加凶残的车裂之行 而断头台三角刀片的改良和运用则来自于法国著名的国王路易十六 他也亲自体验了一下断头台的滋味 组装完毕后的断头台犹如通往地狱的大门 几乎所有兽刑人员都会对其恐惧万分 当然今天的主角魏德曼也不例外 在法国死刑犯的主角一般安排在中午 而死刑犯只有当天才会被告知是否处决 这也就意味着囚犯其他时间都处于胆战心惊的过程中十分煎熬 只见魏德曼呼吸急促 神情呆滞 身体颤颤巍巍 不自觉的发动 随后转身靠墙无脸 不敢相信自己即将被处决 行刑前 魏德曼换上了新的西装 随后被两位狱警搀扶着 神色痛苦 双腿发软无力 步履蹒跚地走到牧师前聆听祷告 只见此时的魏德曼面如死灰 而牧师则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疏散罪犯恐惧情绪 让其平静地接受即将来临的死亡 随后 魏德曼缓慢跪下忏悔 祈求减轻心灵上的痛苦 当祷告完毕 魏德曼被狱警搀扶 扒掉新衣 剪掉一领露出脖梗 随后魏德曼瞪大双眼地看着断头台 紧接着 他被几人按压住 放在断头台上 行刑人员一手抓住魏德曼的脑袋 以便调整好姿势 之后毫不迟疑地按下开关 魏德曼生命就此终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